数量惊人的分装瓶全都是嫌犯拿来分装电子烟油 刑事局破获王姓与许姓两嫌犯 从中国大陆以沐浴乳或洗衣精等商品名义 低下进口大量含有尼古丁成分的电子烟油 分装后在电商平台以扩箱瓶为掩护非法贩售 再以高价售出 借此大赚一笔 专业小组经多月布线追查 见时机成熟 在今年的6月29号 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核发知搜索票 搜索王贤住处 当场查扣尼古丁烟油 总共有35种品项 成品继15,583瓶 半成品尼古烟油59.5公升 可分装成1,900瓶 订单 手机 空瓶 笔电 粮杯及漏斗等证物 初估每月可卖出近千瓶尼古丁油 不法获利高达新台币近千万元 全案依违反药市法移送地检署偵办 警方呼吁含尼古丁成分的电子烟油 属药释法规定的伪禁药 未经许可制造或输入者最高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1亿元以下罚金 贩卖者最高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 请民众切勿贪图小利而以身试法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